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一下关于模型的一些评估标准 上午我们讲的是回归分析的一些评估标准 我们先来看一下分认模型的一些评估标准 右边这个表格里面是一个混淆矩阵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矩阵表示 这边给出了四个 一个是准确率 一个是精确率 一个是照合率 一个是F1值 准确率是指什么呢 就是评价分类问题性能的指标 它定义是给定的数据 就分类正确的样本数 占总样本数的比例 这个a等于tp加tn 然后除以tp加fn fp加tn 大家如果想的话可以详细的研究一下 我不知道其他老师有没有讲过 他们这几个下面的精确率啊 照合率啊准确率这几个 其实都是经过这个混淆矩阵可以推出来的 其实比较简单 大家其实看一眼就明白了 我就不再详细讲了 大家可以再下来看看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会 其他老师会讲过这些东西 我结了一个图 我把SK里面关于Model Evaluate Symmetrics 这个页面给结下来了 这里面给出的就是 关于分类问题的一些评估标准 比如说你看 这里面有准确率 还有正确率 还有F1值 F1值里面还分了好几个 还有带权重的 还有一些宏观的 什么微观的 有的这些东西 其实都没有太多用过啊 常用的就是那几个 还有造回率的一个call 还有AOC这个 我们重点讲的是这个案例的分析啊 这是一个开口的一个问题 是关于Airbnb的一个 就是新客户的一个预定的一个问题 这个截图是我从这个开口里面解下来的 就关于这个问题的描述 它其实是这样子的 就是这个Airbnb 可能大家都知道 它肯定是一个预定 预定宾馆或者酒店的一些一个网站嘛 然后它想预测一下 就是一个新的 刚注册Airbnb一个用户 它会预定哪个地方 哪个国家 它在Airbnb里面 其实它有超过了三万多个城市 就覆盖了190多个国家呢 然后通过这训练一个模型 看一下 就是一个新的用户 会预定哪个地方 会预定哪个国家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描述 现在我们重点放在这个代码上面 关于整个过程 我分成两个Notebook 因为这个是比较长的 数据语量比较大 然后我是分开写的 这个Notebook呢 写的是 关于数据探索 就是EDA的过程 整个都是EDA的过程 是比较多的 我们慢慢的开始 同样 首先要把这些包子调上来 pd ana pinets nampy pit 这些都是常用的包 另外还有需要一些交叉验证 这些还有特征的选择 抽取 还有随机的一个包 关于下面这一端 橙色部分 它是提示 只是这些包可能是版本比较旧了 让你换的新版本 其实不影响你等格计算的 然后呢我们把数据给读进来 现在我们首先是把train和test都读进来 然后看一下它的sheet 发现train的这个包 train的这个数据的话 它总共有16个字段 然后有21万多行的 数据量是比较大的 然后test 这个文件的话 有15个字段 有6万多行 因为少了一个字段 是少了一个 我们要预测的y 那个字段 然后我们head一下 看一下它大概是怎么样的情况 首先看一下这个train 然后有ID 有Data account created 相当于你创建这个账户的一个时间 然后后面是一个时间戳 你第一次激活 相当于你第一次激活你的账号的时间戳 然后还有Data first booking 相当于你第一次预定酒店或者是一些行程的一些时间 之后是gender 是男是女 有些还是unknown 不知道 然后之后是age 是年龄 然后再之后是shine up meshed 就是你注册或者是登录的一些方法 有的是用facebook上的 有的是basic 我觉得basic 这里面应该就是airbnb的网站上的 还有和sign up flow 这个flow也是和千道的一些什么流几次啊 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 就是我自己的理解 还有还有语言 就是英语是用的比较多吧应该是 还有还有属于什么附属的channel 就是哪个频道或者是哪个通道进去的 有直接的还是有其他的进去的 嗯就是还有就是这通道是哪个提供呢 有的是imbnb有的是谷歌 第一次这个你进去的时候这个check的就是就是跟踪你有没有 还有一些shine up就是你登录的一些APP用的是什么 网站还是还是还是什么其他的是谷歌的浏览器啊 还是什么什么的 而另外你第一次使用的电脑的类型 这里面比如第一个是Mac 就苹果电脑的桌面 还有Windows的桌面等等 还浏览器的类型 还有Cloud 这不是和的AE 还有火湖Fairfairfox的 最后一列这个字段的话就表示Country Destination 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学习的一个目标 就是看一下它的目的地是哪儿 NDF 我这里面是英文 他因为在文档中他也没写名 这些都是什么 NDF是不是什么 河南还是什么什么地方呢 US 这不影响你这整个学习的过程 因为这些简标和我们平时其实都还不太一样 然后看一下test这里面的话 只是少了一个最后的一列 就是我们学习的这个Country的目的地是哪儿 这里总结一下 就训练级样本 就总共有21万多个 然后有15个特征 然后一个标签 这个标签指的是我们要学习的东西就是Y 然后这个测试集共有样本是600多个 有15个特征 标签就是我们要预测的 就是目的地是哪儿 另外大多数特征都是类别形式的 就需要去编码 就是文化的编码 需要转换用于电量特征去训练 为方便处理嘛 就从把train和test一起就处理了 所以我们现在先把train和test 放在一个dataflame下 这样的话我们一起就把它处理处理了 就用的是pandest的concate这个函数 这个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比较简单 前两个代表的是把dataflame放在一起 把两个表放在一起 然后x等于0 这个表示以横坐标以横向为标准 这个ignal index相当于把原来的index给忽略 就是你在建这个新的dataflame的时候 把test放在train下面去 就是等于0的这个意思 然后test 原来的index都是0开始的嘛 如果放在新的dataflame下 放在train下面的话 必须从跟着train开始 所以需要用 有nowindex等于true 这样子的话它就会跟在train的后面 连续的数字变回连续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整个dataflame的save是27万多 然后save有变是16个 还是16个 和train的那个是一样的 真的是一样的 这就是tail 就是从后面看 从dataflame的后果格看的话 可以看一下这里的country destination 跑到这里了 它都是0,00没有没有值 因为它最后几个全是test的 test的样本 然后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样本标签 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就是country destination 是什么样的情况 因为它是非定量的 是定性的指标 我们需要用value count去描述 就是计算一下它的每一个国家的数量 统计一下 让它做一个求和 对每个国家 你看比如说对indef5 indef5估计的意思可能是没有定义的 就是not defined 然后US16万多万 阿尔什么France Ditali 和Great Britain 你不能见面 Optids